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639章 完胜 猪后照一愣 这兵法算是他的兴趣 猪后照可是打小开始 便琢磨着怎么带兵去砍人的 从组研究了十年 连做梦时都想着痛饮葫芦血呀 他毫不犹豫地说 而是那兵法 那是自诩而成 这是实话 最真实不过 可洪志皇帝却不信 面上露出不悦之色 哼 前日就是一拍胡言 到了现在还敢自吹自擂啊 平日 真命将军教授过你兵法吗 可你上次论兵 有鼻子有眼 头头是道 此后这安南之战 完全在你掌控之中 北窝卫如何进攻 敌军会有什么反应 贵州官兵如何深入敌境 非求营如何作战 这些看上去简单的东西 其实背后都有大学问的呀 你竟说 自己自学来的 你哪里自学来的呀 显然洪志皇帝没有看过明史中的武宗实录 他也绝不可能有机会看到 否则他既会知道 自己的儿子 一个从未经历过实战的家伙 竟是可以当时腐朽的明军指挥若定 痛击如日中天的打打铁骑 洪志皇帝冷声说道 事到如今还不老实 分明就是方济帆教授你的 还想将这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儿臣 这话朱后长就不爱听了 哦 感情自己十数年的兵法都白学了 他想解释 可洪志皇帝却说 只是岂有此理 你是太子 是储君 岂有什么功劳 都揽在自己身上的道理 储君该做储君的事情 储君要晓得用人为上 而非是贪天之功为己用 这是昏贵不明之主才做的事情 这些话 你要记住了 可是 朱后长想说什么 洪志皇帝不客气地说 休要克逝 洪志皇帝心里大为愉悦 除了自己的儿子爱表现 喜欢出风头之外 这夜战真是完美到了起点了 他悬起手 张庆强 张茂自吃 逃鹿将军 心中激动得不得了啊 感动得是老泪纵横 祖宗有德呀 终于轮到我老张表现了 去了半辈子骑射 还指望着这辈子能够效仿自己父祖 也立下汉马功劳 哪怕 马格果师 也不如祖先之名 此时 听陛下呼唤自己 他竟还在神游 心里想着 如何替三十万兵马 进兵如何作战 还有先附赛时 曾编写过一部 关于对付安南人的兵书 回去啊 得好好地翻一翻 这是祖传下来的 有大用 得对正下摇 我们老张家 得是安南人的可行 三年之内 不将这安南人 打出屎来 我张茂并宁愿死在安南 红之皇帝 又呼唤了一声 张庆家 张茂方才回过山来 见陛下呼唤自己 顿时美嘶嘶地说 不知陛下 还另有什么吩咐 红之皇帝挑着眉 喜诸望外的样子 说 明日 请去祖灵 啥 一听祖灵 张茂便头皮发麻 堂堂英国公 功臣之后 天天跟祖宗们打交道 世人都不甘心 不知老臣去那 做什么 自然是带朕 祭祖 红之皇帝正色说 顺道给祖宗报捷 文皇的临情 要格外祭祀一下 告诉先帝 朕乃他的子孙 当初他老人家 二政安南 却屡屡有得胜 可最终 却是报汉 今朕刻起大统 成他的基业 效仿文皇先帝 法安南 银月即刻安南 安南上下 望风而降 即畏惧我大明天威 又怀我大明之恩德 朕之所为 不愧于人之子孙 望列祖列宗 得此加训 在天之英灵 能与朕同乐 啥 张冒有些懵 所有人都懵了 安南 已经克服了 这怎么可能啊 再一个月啊 马文生觉得不可思议 张大嘴 嘴比鸡蛋还大 其实他心中挺高兴的 这一次郑安南 不用国库出钱 正好现在兵部 还欠了不少响 一并这仗 都可以算在内堂里 让陛下将这银子都出来 不但内阁六部喜欢 兵部也可以松一口气 可是 王继帆一漏 其实连他自己 都觉得进展有点神速了 他还是低估了 这海军和空军 三位一体的 战法的突然性和战果 新的战争形势出现 是必会给抱着旧战法的人 强烈的冲击感 可是不管如何 赢了就是赢了 方继帆顿时每次次起来 你看吧 我方继帆 诸侯照 方才被红之皇帝 训了一顿 本是搭了着脑袋 一听 方才还有情无力的跪在地上 一下子整个人连跪着 都显得精神了 身子挺拔起来 虽然别人矮了一劫 可身上的气势 却如俯瞰众人一般 竟是跪出了 一览众生小的感觉 张帽的脸色 却是挣扎的 意思是 三十万大军 没有了 蒸鲁将军 也没有了 感情我老张 到了迟暮之年 这辈子也赶不上了 对吧 有一句话叫啥 吃屎都没赶上热乎的 这是不是在说 我老张 老夫 老夫又要去 祭祖了 对吧 洪志皇帝 却是眉飞色舞 神气火线 甚是激动 他眼角于光 瞥了阮文一眼 现在他终于明白 阮文为何 判若两人了 洪志皇帝 激动地说 朕的这个女婿 精通兵法 事事不可多得呀 朕一直都看好的 方家果然代代重量 历代都是大明的公骨 实为 驻国之时宜 一通猛夸 钟后赵 有点不乐意了 可他没话说 懒得尽叫 本宫自己知道 自己很厉害就是了 张茂尴尬的不知说啥好了 我张家 不也是代代重量 不也是除自己之外 都是大明皇帝们的公骨 是驻国之鸡吗 可我老张 咋就天天去祭祖了呢 哎呀 明日去了祖庙里 好好和历代先皇们沟通吧 让他们去拼兵礼去 方济帆得了洪志皇帝夸奖 尤其是洪志皇帝 言道 只是自己女婿的时候 刻意加重语气 方济帆王说 臣不敢 这都是殿下和三军将士们的功劳 洪志皇帝正色说 该是轻的功劳 便是轻的功劳 你方济家 何时这般谦虚了 方济帆心里说 陛下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么臣也就不谦虚了 没错 就是臣是臣这个万中无一的男子 得意双心浑身上下 带着轻松一般的品质 不居功不造功不可没 为人还像我最喜欢的有声声主播紫金一样正直 这样陛下满意了吧 不满意 我还有三千字要抢 朱后赵 忍不住说 父皇 能否将这战报给儿臣看看 他白爪恼心 朱后赵 毕竟是比较纯粹的人 他更关心的是这战争的结果 是否和自己计划中的一样 洪志皇帝现在心情大好 龙颜大悦 次是将战报 转交给身旁的宦官 宦官忙是将战报 送到朱后赵的手里 朱后赵手里拿着战报 其他人便忍不住放肆起来 无论是张茂还是马文生 都伸长了脖子 虽是有时候难免有些酸溜溜的情绪 却还是希望一度战争的经过 方济帆也凑了脑袋过来 四五双眼睛 都盯着战报 目不转睛 马文生在背后 瑟瑟撑起 哎呀 真是令人敬佩呀 这被我为千里奔袭 尽可一日拿下亲话 奸贼千人 实事不可多得 难怪他们横扫窝扣 干得好 张茂也不禁夸奖 低声细语 朱后赵眉飞色舞 看着这都是依自己和方济帆的计划形式 心中感慨万千 居然眼中水雾腾腾 心中很是感慨 本宫 这一身本事 真是没有白血呀 方济帆眯着眼 见众人都是称赞 可不是 这世上的人本就是以结果而论英雄的 赢得如此漂亮 不狠狠夸一通 怎么显得自己也有独到的慧眼呢 朱后赵也忍不住眉飞色舞 笑开口夸赞 却听此时方济帆说 呆 该死了唐银 这个猎徒 只要气死为师 不成了不成了 为师不去安南将他往死里走 夜里都睡不着好觉啊 最后人都懵了 以为自己听错了 纷纷看向方济帆 却见方济帆痛心疾首的样子 方济帆破口大骂 这次奔袭的还是太急了 分明可以在破晓时动手 却在正午时用病 哎呀 真是让人见笑了呀 丢人 我早说什么来着 我最嫌弃的便是他了 张某的内心是崩溃了 方济帆 你够了啊你 你再这样骂 这让我记了半辈子 祖的老家伙 还有脸在这世上活吗 方济帆又骂 还有气净通这个家伙 当初非要拜我为师 我早知道他是个糊涂虫 若不是实在拉不下面子 心底善良 不忍心见他痛哭流涕的模样 你看看 果然 明明可以带兵包左翼的 他竟带兵长驱直入 他哪里知道用兵啊 用个屁啊 有种他别回京来 到了京里 我周死他不可 马温生的脸色是黑的 他总觉得 方济帆这是在 当着和尚骂兔驴的套路 绝对是故意的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 四季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